我說了 剩53天 催票很重要 但是哪一個催 此催非彼催 大家要分清楚 來 我們先看民進黨 現在出現了一個催票級 但是他的催 注意 是首字編的催 是摧毀的催 因為吳英寧的出現 讓台灣的年輕人 有了所謂的相對剝奪感 什麼話都不會說 什麼事都做不好 但卻可以做領250萬的高薪 背後還有那麼強大的靠山 讓你靠 讓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會不會真的是 民進黨的催票機 在今天我們要好好來討論 好 另外看到 國民黨的催票機叫做韓國瑜 但是是催促的催 好像有韓國瑜在的地方 就可以累積人氣 好像有韓國瑜在的地方 就可以把選戰給打贏 所以這一男一女 一籃一綠 都是催票機 但是不同的催 韓 意義差很多 一個是失票 一個是拿票 一個加分 一個減分 就像籃板球一樣 誰能控制籃板球 誰就可以決定籃球場上的生態 吳英寧的確是 半年多前韓韓就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政治ATM提款機 你想要花錢了之後 你去ATM按一按以後錢吐出來 然後花完了以後 再去再按一按就吐出來 永遠政治上獲利拿不完 但是民進黨卻也不知道是 5月的那一場中常會 小運總統在中常會裡面 定調說吳英寧非常優秀的那個 是被陳其中誤導還是怎麼樣 你就一路這樣子 政治ATM別人再領鈔票 你再吐鈔票 就是所謂的馬維拉 還有扁維拉的概念 現在吳英寧他說 因為颱風關係他不去歐洲了 你早可以跟大家講不去 而且北農跟颱風其實基本上 我說實在也沒有直接關係 其他人也有去 他其實也有試圖反擊說 這個規劃行程的當時 前董事長陳群俊也是知道的 好 我們把事情回到 北農的這一個旅遊團 這是其一 還有其二 其三 其四 吳英寧他永遠不肯妥協 因為他說他搞農運出身 他有一股那種要戰鬥到底的 那種精神 他以前年輕的時候還去過游擊隊 去觀察還當現場的作家 很有勇氣 但問題是你跟現在年輕人的 想法跟距離真的太遙遠 你今天北農去歐洲12天 的過程當中 只有三個多小時 去到巴黎的那個批發市場 跟北農業務有關 拉法業百貨公司 OLED 三個美術館 四個教堂 還有相關的紅燈區 觀眾朋友 我一看去過紅燈區採訪 他說有事情應該也知道 我去採訪什麼 因為2002年的時候 台北市的勞工局長叫鄭春齊 大家可能還記得 現在是一個資深的媒體 他以前是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 勞工局長 他是搞這個勞動工運出身的 當時台北市有一個公倉叫關節 他現在已經不在了 他認為這些公倉 他們的權益要被重視 所以就提出了性產業 應該要合法化的一個建議 在市議會被討論 所以市長花了73萬 都有預算出貨 73萬台北市市長 馬英九當時他是市長 他就真的跑到 荷蘭的阿姆斯坦去考察紅燈區 晚上我就跟我的攝影陳振榮 我們就在那邊拍 然後第二天早上 還去市政府聽簡報 三個多小時全然用英文 我要在那邊筆記 他們是怎麼來控管身分 然後他們平均的 得到性病的比例什麼 真的是去考察 你今天北農去 你安排個紅燈區 不是討人罵嗎 何況說你現在已經是多事之秋 你已經從2 3月這樣一路下來 一直出現問題 你跑到西州去送菜 你跟你的表哥又怎麼樣輔選 然後你的相關的東西你又不懂 連續放三天貨物成堆 然後還有第一國際市長改建 幾乎每個月都有文營的新聞 然後都在幫民進黨扣分 跟民進黨矛起來當子彈 但最重要一點就是 他有248萬的薪水 這一些薪水年輕人拿不到 所以這會造成大家的一個反感 現在還顧於他是另外一個方式 因為其實基本上來講 我跟大報告的事情 這兩天在講公投案 就是國民黨的三個公投 現在可能眾選會想要把它弄掉 不要讓反攻攻投 剔除了18萬 還有31萬 明明多於28萬1745份的 連署最低門檻 還是說要開會討論 今天要討論 大家去看一下 國民黨的三個公投案 一個是反空污 這是台中 一個是反深澳 這是新北 還有反核史是全台灣大怕 有沒有為高雄設計的公投題 沒有 國民黨其實本來也沒有想到 高雄可以達到今天這種程度 所以你今天說 韓國瑜是催票機 他不只是自帶票員 他可以在一個完全 其實國民黨先前 我剛剛講的三個公投案 根本也跟高雄無關 高雄跟台南國民黨 原本也不認為有機會贏的 基本上是放棄的 對 也不可能會贏 就是希望能夠拉近一點 上一次楊秋新跟陳菊的差距 多達了快要55萬 99對45 你再怎麼躺著選 你掉了30萬票也還有20萬票 所以不用考慮高雄 沒想到現在高雄已經是幾乎 我這兩天在講 我的看法是高雄 韓國瑜 可能贏過陳其邁 這個催票機把票都吹上來 的可能性 比例的百分比 已經比台中 盧宣營贏過 林佳龍還高了 因為他已經帶來了自帶流量 他的所有的發言 所有攻擊韓國瑜的 說你是美農捷員總部是假的 結果一看人家根本沒有 發布假照片 說你的這一些什麼 又老又窮是不對的 結果陳其邁自己跟進 也拍了一個廣告 說你是黑道 就大家發現說 原來陳其邁才是真的跟 已經被起訴的家裡開 職業賭博場的民進黨市議員 站在一起 你每一次想要打他 還有陳其 陳其說韓國瑜從來都沒有 在高雄滴過一滴汗 其實他已經去一年多了 當市長部署 怎麼可能沒有流汗 意思是說你是外來的人 觀眾朋友 1998年的時候 謝長廷擊敗吳敦義 成為高雄市市長 20年前 謝長廷是台北大同區 打鐵街 打鐵街的少年 台北人去當高雄市長 謝長廷可以 陳其是宜蘭人 跑去高雄當十二年市長 也可以 現在韓國瑜說是 外來的 就不可以 兩套標準 韓國瑜說賭場 他也是講免稅區期間 結果陳其2008年 2008、2009的時候 就已經講過好幾次了 陳其說期間是賭場 可以 韓國瑜說不行 所以年輕人感覺是不對 民進黨怎麼可以兩套標準 而且年輕人所帶來 對韓國瑜的這種瘋狂程度 跟柯文哲是有點類似的 然後我再跟大家講 最後一個觀點就是說 現在的民調韓國瑜 已經從兩三個月前的 20%的落後 到變成是大概5%之內的差距 甚至是大概2% 可能再過幾天會出現 死亡交叉 韓國瑜就贏過陳其邁了 而這是現在所顯示出來的 各項民調韓國瑜往上飆 不是爬而已 是坐電梯直接衝上去 而且民調是做不到 所謂的50萬的北票族 高雄有50萬人在台中 在台北 在外地工作 這些人沒有辦法在家裡 接室內電話 所以當這些人 真的決定回高雄去投票 在11月24號那一天 他們可能投給韓國瑜的 比例是比較高的 因為想要改變才會回去 不想改變就不會回去了 這些人是你做不到民調的人 他對韓國瑜的支持度 又可能是高於陳其邁的 這種狀況之下 韓國瑜最後開出來的票 反而是贏成侵犯10萬 而不是輸成侵犯10萬的可能性 變得非常的高 所以這是韓國瑜 催票機的一個厲害的地方 這兩個催票機很妙 他們各自發揮了各自的作用 一個是不斷的把票給摧毀 一個是不斷的把票給催出來 但是這兩個催票機之間 又有互相的關聯性 今天韓國瑜 他有很多打選戰的方法 讓大家耳目一心 面對民進黨的攻擊 他也能夠用他的韓式話語來回應 當然這是他的優勢 可是韓國瑜今天能夠把選情追得那麼近 某種程度可能也要感謝吳英明 換句話說 吳英明這個催票機 是韓國瑜這個催票機的催化劑 好像在幫韓國瑜助燃 有沒有韓國瑜火在燒 吳英在旁邊一直潑油一直潑油 讓他的火燒得更旺 我剛說到了關鍵就是所謂的相對剝奪感 韓國瑜做了北漂青年的這個問題 點出這個問題 告訴大家說高雄又老又窮 年輕人沒有投入 只好往外去跑 但吳英明告訴大家的是 怎樣 我沒能力 我沒專業 但是我靠老爸 我靠著主席 靠著高層 挺我 就算我什麼都不會 我一樣可以拿250萬 還不到議會備詢 還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所以韓國瑜告訴你年輕人的困境 而吳英明告訴你的是 只要有好爸爸 有好老闆 就算你年輕沒能力 也不會面臨困境 這是這兩個人互相之間的化學作用 所以韓主委 孟永神都你可能要感謝一下 吳總經理 我再把他們兩個 再延伸比較一下好了 吳英明現在比較像 滿朝文武拐百官 但是扶不起的阿斗 韓國瑜是單打獨鬥 對不對 孤軍奮戰 單刀直辱 單槍入城這樣 這兩個完全不一樣 吳英明我這邊報一個料好了 他大概在5月底的時候 20幾號的時候 很多 我為什麼說 滿朝文武拐百官扶不起的阿斗 多少你在幫他 為什麼 就是已經遇見後面這些狀況 吳英明大概從年初2 3月的時候開始 他就開始有名了 你記得嗎 我們大概是從2 3月左右開始講他 大概在5月20幾號的時候 民進黨到處去拜託人 幫他找什麼 老城 幫他找新城子 找公關公司 那個時候他到處去拜託人家 說有沒有人可以來幫吳英明 那時候你要記住 就有人真的敢接這個案子嗎 但有找到我 有找到我 但是我評估了一下 還好你沒接 是吧 是吧 我有聰明吧 那時候我評估說這種人 不可能扶得起的阿斗 很難做 而且到不同不相為謀 我覺得不需要去幫一個這種人 去辯護 幫他做任何的神清 我覺得我放棄在那裡 但是現在 其實你看得出來 他現在所有的動作 都是有人在背後指點 包括你記住 上次中秋節 中秋節他不是還自己 他說我要留守在北農裡頭 但事實上他不是 有幾張照片外流嗎 對 昨天被我們抓包 跑回家過節 跑回家過節 你知道 這個沒事 王宥正你會把你自己的照片 沒事流出去說 不小心被他拍到王宥正 自己很辛苦的背著包包 然後要回南部去過中秋 而且還是在不該回去的時候 對 公關公司你要操作 也操作準一點 明明講的是2324 跑到2526去了 這全部都是有人在操作 包括這一次 他現在颱風天不出去 我跟你講也是有人看到 公關公司跟他講 不要這麼做 現在這個吳英寧 你覺得你還是 台北農產運交公司總經理嗎 你根本是人家一個傀儡 你連自己要不要出去 能不能出去 自己都由不得自己 你根本沒有資格做所有的總經理 跟所有的公職 因為你都是別人在操控 滿朝文 五百官 嚇得阿斗 你看看他 你看唐國瑜 卻自己單槍批 到他高雄 你還記不記得他到高雄的時候 是幾乎沒有人 沒有任何外力資源 而且沒有人看好 但是這幾個月 他打起來打成什麼樣 虎虎生風 現在多少人願意挨到他旁邊去 願意幫他講一句話 甚至現在反而是沾他的光 這兩個差距多大 一個是依錦還鄉 我們吳亦寧依錦還鄉 是把他自己在農產運交公司 所有利益全部往家裡面送 然後他家鄉被人家罵 可是我們韓國瑜 跑到高雄異地去打拚 提出了一大堆的政策 我要改變你們的好生活 讓你們更好 很多人開始接受他 這個就是兩邊的不同 還有一個 我現在要點一個東西 這一次去歐洲玩 總共花 我們算過了 一個人12萬7千塊 你現在如果有電腦 要手機 你隨便去Google 合筆法 合筆盧 五天 不用五天 Google十天 十二天的 你有哪一個超過 八萬塊錢以上的 你去Google看看 沒有超過八萬塊以上 五萬 現在九百元 九十九 四萬九千八百 超級豪華 十二萬七千塊 你到底是什麼樣的行程 什麼樣的人 可以讓你辦到十二萬七千塊 他還在罵人家說 他不是到彰化去 幫他哥哥助選的時候 還在那邊講 這些台北的媒體都抹黑我 說我圖利 我就問你 是哪家旅行社辦的 怎麼會比外面的價錢 大概多一塊兩倍 你沒有圖利是什麼 這個就是500的 摧毀票的能力 你所有的事情 你請再多的公安公司 都沒有用了 你現在一個人扛起 所有摧毀票的能力 韓國瑜不是 韓國瑜現在 北科南韓 韓國瑜也是一個人 他一個人 他也是一個人扛起了 催促票的能力 把票催出來的能力 而且北科南韓 台北一個柯文哲 所有議題大家追著跑 南部有一個韓國瑜 所有議題追著跑 我跟你講你去看所有的臉書 包括我跟韋翰的 我們兩個沒有人 會講一句話 有人幫我們辯護 柯文哲跟韓國瑜 是隨便講一句話 就一堆甘心情願的粉絲 幫他做辯護 自己做圖 自己做動畫 自己做 我想這種才是 吹出來票的能力 按照友誌說 不曉得是公安公司 接錯了吳怡寧的Case 還是吳怡寧 找錯了這間公安公司 兩邊好像都在互相傷害 誰都沒有 幫到誰